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非常有本事 帮助皇上把国家治理得好好的 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可有一位叫做李灵府的大臣 心里却对张九龄哼得牙痒痒 为什么呢 原来呀 这个李灵府也想当宰相 可他又不像张九龄那么有才华 所以呢 他就跑到皇上面前拼命地说张九龄的坏话 没讲到皇上居然相信了 一气之下 就再也不让张九龄当宰相了 还把他贬到了一个叫做荆州的地方 张九龄虽然很生气 可也很无奈 只好离开了长安城 这一天 心情悲伤的张九龄一个人到海边散心 他看着天上的明月 心里忍不住想起了远方的亲人 于是 他带着这份思念 写下了这首《望月怀远》 《望月怀远》 唐 张九龄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愿遥夜 静兮起相思 灭竹连光满 披衣绝路姿 不堪引手赠 还请梦佳琪 这首诗的题目意思是 看着月亮 怀念远方的亲人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这两句诗写的是 一天晚上 张九龄来到海边 他看到茫茫的大海上 圆圆的月亮慢慢升起 真是太壮观了 他忽然想到 对呀 这个时候 无论他和家人隔了多远的距离 大家看到的 都是同一轮明月呀 天色越来越晚了 张九龄回到家里休息 可是躺在床上 怎么样都睡不着 于是他感叹道 情人愿遥夜 静兮起相思 意思是说 张九龄的心里装了很多东西 所以睡不着觉 只能埋怨这个漫长的夜晚 因为一整个晚上 他都在思念自己的亲人 灭烛连光满 披衣绝路姿 张九龄走到桌子旁边 把桌上的蜡烛给吹灭了 可没想到 烛光熄灭了 明亮的月光却透过窗子 一下子洒满了整个房间 张九龄见了 心里欢喜得不得了 反正也睡不着 不如去外面走一走 于是张九龄披上衣服 到院子里来散步 夜越来越深了 树叶上布满了清凉的露珠 不知不觉就沾湿了他的衣服 不堪迎手赠 还请孟佳琪 张九龄看着天上的月亮 心里想着 哎呀 不能把这月光满满的捧在手里 送给远方的亲人 真是太可惜了 算了 还是先回去睡觉 在梦里和家人朋友们相聚吧 咦 真是奇怪 为什么张九龄看见天上的月亮 就会想念起自己的家人来了呢 哈哈 这是因为呀 古代的人离开了家乡 每到月亮变圆的时候 心里就会觉得很孤独 他们看着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 多么希望自己和家人 也可以像这月亮一样 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呀 所以 很多文人都喜欢把月亮 写进自己的作品里 来表达自己思念亲人的心情 和家人团聚的愿望 比如宋代的慈人苏氏 就在《水调歌头》里写下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禅绢 词里的禅绢指的呀 就是月亮 所以这几句词写的是苏氏一个美好的心愿 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们的亲人都能够平安健康 即使他们中间隔了很远的距离 也能一起欣赏这片美好的月光 张九龄的这首《望月怀远》 正是描写了天上的一轮明月 把自己对家人浓浓的思念之情 融进了这片无边的月色中 让人看了 留下了满满的感动 真是一首优美又动人的作品 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下期节目我们再来欣赏一首王维的诗歌 山居秋明 这次又会有怎样美丽的风景等着大家呢 我们下期再见啦